眼白冲血能自行恢复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宋穆平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外伤中心主人医师 就是我们说的求结膜 求结膜出血块呢 也就是说是结膜下出血 这种情况呢 一般来说一个呢 就是自己揉了 或者说是打喷嚏咳嗽 还有便秘就是这种负压增加的情况 会出现结膜下出血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外伤会出现 结膜下出血 但是这些情况呢 如果说不是外伤导致的结膜下出血 它其实和眼睛的关系不是很大 这个也不要太慌张 但如果说是跟外伤有关系呢 还是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受伤 只是一个结膜下的出血 这个在眼睛上本身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 也不要紧张 它自己会慢慢吸收的 也可以不用药 它自己就可以吸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